卡巴利亞劇團的夢幻舞馬 一月二十二號在臺灣登場 全球已經有超過四百萬的觀眾 看過這個由四十名特技表演者 以及五十匹劇馬 共同完成的演出 在多媒體不斷變換的場景中 你可以直接感受到 馬兒在舞臺上狂奔的速度感 而融入了雜技 舞蹈 空中特技 等等嶄新表演形式 也讓現場觀眾驚嘆不已 這是夢幻舞馬在臺灣的第一場演出 群馬洋蹄踏水 在舞台上奔騰而出 與表演者默契十足 人跟馬共同演出 彷彿呼吸都在同一個頻率 在被人操控的五千年歷史之前 在大自然裡的馬 他說馬的蹄子本來就可以見霜雪 毛可以遇風寒 這個自然哲學 也許是今天人類特別應該反省 因為我們一切東西都在用人在操控 所以我將把馬還原到大自然裡 尊重這個生命 結合馬術 特技 以及多媒體特效等 巨大的投影幕轉換四季場景 水幕投影營造駿馬的神秘夢幻感 在如畫般的舞台上 觀眾注視著馬的一舉一動 體驗令人震撼的視覺饗宴 然後我們會不會有水 在這裡 像嬰兒 在這裡 我們會不會有水 有水 感谢观看